普丁的最新谈话代表他认输了吗 他是在10月14号出席的G20峰会 他会有表示说目前没有计划 再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攻击 因为大部分目标都已经被击中了 再来宣称也不再扩大动员 后备军人所有的动员大约在两周内结束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四步 他不后悔也不去毁灭乌克兰 也不轰炸也不动员 请教正好这是普丁的认输吗 还是至早台阶下呢 问题是现在的战争为什么还不停止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了 一般来说啦 普丁说出这个我们绝不后悔嘛 会讲到绝不后悔大概就是认输了 这种通常都会发生在这个情侣被甩 某一方被甩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对这段感情我不后悔 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些事情呢 不得不让普丁这个怎么讲呢 他要找出自己的台阶来下 这是没有办法是吗 四个步嘛 所以你看哦 现在普丁在这边面临到什么状况 他面临到非常严峻的军事状况 比如你看俄罗斯的军营 我们现在看俄罗斯军营他被炸 他被炸都不是那种一次两次的被炸 他其实他都是那种 一个军营精准打击的被炸 对不对 那你看哦 那普丁这时候被军营打击被炸 被海马斯打了 被海马斯打嘛 对不对 他就说我不后悔 不摧毁 不轰炸 不动员 你整个军营都被炸了 你为什么还不摧毁别人呢 还不轰炸别人呢 还不动员别人呢 这个海马斯火箭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我看到影片是这个士兵是躲在壕沟前面 躲在壕沟前面的时候 海马斯直接在壕沟里面掉下来 这表示说海马斯火箭 你看他已经超脱过去人类对于战争的理解了 过去二战时期你看 对那个精准度就在壕沟旁边而已 对啊 过去二战 为什么二战要挖壕沟 因为炮弹是有个趋射的 你基本上炮弹这种趋射 要刚刚好就掉到壕沟里面 难上加难 而且一般壕沟上面还会还有一个掩体 所以就算刚好在前面也会挡住 可是海马斯火箭 加上精准导演的时候 没在跟你啰嗦嘛 就跟头来一样空心嘛 空心入网进到这个所谓豪宫里面嘛 所以请问这场战争 你要怎么打 所以普丁说不悔 我一个来解读 不后悔的悔 表示一般来说 都是被分手后才会不悔 他发现这段感情没救了 他只能自我安慰说 玉与劣势了 对 没有只能自我安慰说我不后悔嘛 可是实际上什么 后悔的要事啊 对不对 第二个他说什么 不悔 悔气的悔 什么叫不悔 不继续毁坏嘛 对不对 第二个不悔跟不轰 要弄在一起 你没有弹药 你当然没办法毁嘛 我们是不是早就说 他的所谓精准打击的弹药不见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精准打击弹药的话 你当然没有办法轰 也没办法去毁坏别人 没办法毁灭乌克兰 对嘛 上个礼拜还在理直气候去炸基辅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已经预言了 你炸基辅炸到用SAM300去炸 你表示根本没子弹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子弹 你当然不能毁坏 也不能轰炸 对 最后一个叫不动员 为什么不动员 没有兵可以动员 第一个没有兵可以动 对 第二个他知道动上去也送死 也是投降嘛 对 就这么简单嘛 为什么 因为普丁当然可以请全国之力 我动员一百万行不行 我就拉夫嘛 可是问题是这一百万会逃兵嘛 会叛变嘛 就算没有逃兵没有叛变 在上上场会被送死嘛 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嘛 所以你看普丁来说 讲出这四个不毁 不毁 不动员 这四个其实充分表示 我认为普丁正在帮自己找台阶 对 他找完台阶之后呢 他就会下 你看哦 所有动员在两周 两周内结束 对 换句话说 这个战争 你意思说两周内可能会结束吗 当然会 两周内就要收尾 对 你不动员了 那你身上两周后你要干嘛 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二军现在在战场 几乎只有被打的份了 对 那个战车出现一个很诡异的打圈 打转的一个状况 对 那是一个什么情形 我们来看这个战车 这个战车很奇怪 你看这个战车 在这边绕圈圈 对 绕圈圈绕圈圈对不对 那这个绕圈圈照理来说是很怪的哦 你战车要么就赶快脱离战场 对 你要么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目标 就往目标去前进 可是他不断的打圈圈 绕圈圈 而且被乌克兰五人机拍下来哦 这个呢 他们认为啦 这应该是幽灵战车 什么叫幽灵战车 里面的坦克的士兵呢 已经阵亡 已经挂了 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 火箭弹在坦克附近炸下来 它被震到受伤或昏迷或死亡 也有可能 然后呢 身体呢 压住了这个类似方向盘 所以这坦克呢 只好不断绕 不断绕 不断绕 不停地打转了 对 不停地打转 不停地打转 所以呢 你看哦 一台坦克 照理来说 坦克出去是要有互相支援 对 你怎么会丢一台坦克在这边 也没有士兵来救 对 也没有其他支援 然后没有意义 在那边一直打转 对 对 所以他应该是被研判 在士兵内 不是就陷入深度昏迷 要么就阵亡 这两个都有可能 那这两个的话 就是代表说 里面哦 其实你看 完全没有后援 然后乌克兰又无人机 看你笑话 然后里面的坦克 训练不足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坦克 一台坦克里面是三个人 你怎么会三个人都不见 或是说你是不是兵不够 对 你只有派一个人 对 那一个人不小心阵亡 或是说重度昏迷 所以就变这样 你兵够的话 至少是三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罗斯 在这画面就知道 看起来很诡异的画面 对 背后很多故事 是